首次上稿16点20分更新时间19点12分 记者刘晓清彰化报道 鹿岗龙灯连续15年的点亮天空 彰化鹿岗护安宫今年推出全新的主灯龙望招财 搭配狗年来到也制作紧狗造型的副灯 将在除夕夜当晚点亮龙灯大放光芒一整年 鹿岗护安宫主委金玉忠表示 从民国93年开始就耗资百万元委托彰化监狱 寿星人制作大型花灯安装在梁亭上方 因为花灯高度达13米 从台76线平面到鹿鹿港复兴路段 就可以看到豪七万千的龙灯大受好评 从此就年年都制作大型花灯 15年下来大约花费了2000万元 委员年盛杰表示 每年都是在除夕夜点灯 点灯后将会送出发财 红包也会同步在春节推出一系列活动 迎接狗年的到来 说起鹿港龙灯的传统 曾任鹿港护安宫主委林兆虽表示 因为护安宫在民国九十年代举办龙灯金榜直角活动 深受欢迎 因此在民国九十一年九十二年元宵期间都推出鹿港英龙灯 这两年的龙灯都是用红灯笼所串成的龙身 林兆虽强调因为连续两年的鹿港英龙灯达出知名度 民国九十三年就构思要打造大型龙灯 刚好当时有鹿港议师在彰化监狱授课 因此当起牵线人委托彰化监狱授心人制作龙灯 授心人的手艺也让人惊艳 林兆虽说刚开始的龙灯规模较小 随着越来越受欢迎 龙灯就越长越高 打造价格也从数十万元一路来到百万元 重量约为五吨左右 龙灯以刚才做骨架 在绒布表面涂上树枝做防水处理 细布再以藤条来做造型 每做龙灯都要费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